中国大陆的AI的软体技术 落后于美国只有三年 这个Nikon也好 或者其他的这个Canon也好 努力在攻占中国大陆的市场 光科技的素质 很快会被中国大陆的赶过去 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财经产业消息 美中山科技站持续延烧 日经新闻独家的披露说 华为现在正在上海建设 这个是青浦研究研发中心 将在这边打造为半导体的设备研发的重镇 目的是打造出微影设备来生产晶片 投资金额现在出估是高达人民币120亿元 相当于16亿美元左右 因为众所皆知的 在美国华府的出口管制之下 我们也知道华为现在还是难以取得光科技等设备 目前能供应这种设备的只有三家厂商 画面上来看到包括了荷兰商 艾斯摩尔还有就是Nikon跟Canon 华为现在要来做这个晶片上面的投资 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才上面 他们也提出了两倍的薪水来挖角 不管是在这相关的人员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触角 已经升到了包括了在应用材料 还有柯林研发 KLA 艾斯摩尔 台积电 英特尔 美光等等 都成为它的这个挖角的行列 到底华为的晶片大梦可以走到哪一步 今天我们一次来做解读 先来看看这个在清浦研发中心的 这个新的一个中心 它会突破对艾斯摩尔的依赖成为第一步吗 委员怎么解读 整个半导体的制造设备不可否认能难掌控在 美国 日本 荷兰人手上 那在这些设备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高阶的制造设备 光科机比如说10奈米以上的 那基本上中国在这边奋战是有困难的 可是在中低阶端的光科机 中国的进展神速 所以它的这方面的产值产量 也都在快速提升当中 可是能不能突破不晓得 因为下一个阶段最重要的竞争就是AI晶片 AI晶片已经不太可能用中高阶段的晶片设备来制造 理由是AI晶片要更精密 更省电 更不好能 否则的话它开启做发电厂都不够未来AI产内的使用 这是有先天性的一个限制在那边 中国能不能突破 当然很努力突破 包括上海的微电子在努力 然后另外的就是说 对于这个光科机的挑战 其实跟某种定律真的没有关系 它是绕道而行 比如说Canon它认为说它用压阴剂可以取代光科机 但只听裸梯想 尚未看到人下来 如果真的是革命性的突破的话 中国做压阴剂来取代光科机搞不好速度更快 但是目前还没看到 还有这个NICON也好 或者其他的这个Canon也好 他们事实上也趁这个机会了 努力在攻占中国大陆的市场 因为他们的知道自己知道的光科机的素质 很快会被中国大陆的赶过去 所以再先攻占市场再说 那中国大陆也趁这个机会 大概在去年全世界的光科机购买量它占40% 很大很大的一个订单 那很大的订单以这个 所谓的近任式光科机支付 台积电的林本坚教授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说以目前中国大陆的传统的这些光科机 它已经能够做到优化之后 能够做到5nm没有问题 那如果能够做到5nm的话 那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努力由华为带领的 在推动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发展 暗示某某评估说三年以内 基本上有可能突破 那我们就静待竞争 为什么 他们竞争越激烈 我们消费者越便宜 就是全世界都各蒙其力 要不然你看看那些半导体的 股票价格涨那么高 比方他们赚太多了 这也不太合适合理 所以只要中国大陆进入的市场 那个市场就变得很便宜 跟电动车一样变得很便宜 一样的道理 但是 大陆的晶片工程师也要学习 跟他讲的是什么 知道吗 全世界就是有一种工程师 没有罢工的权利 就是晶片制造工程师 地震来不能休息 要赶快躺回去 要抱着 宁可抱着 这个什么 晶片制造设备 阵亡也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比照军人待遇的晶片工程师 但是AI技术就软体方面来讲 中国大陆事实上 已经落后 比如蔡崇县 他是阿里巴巴的董事长 蔡崇县也是我们台湾人 他就说 中国大陆的AI的软体技术 落后于美国 OpenAI只有三年 三年就不是问题了嘛 但是问题是硬体的部分 他取不到辉瑞的这些 辉打的一些产品的话 可能落后个五年左右 但不管三年五年 中国要弯道超之外 反正就是要经过这些磨炼 因为美国要打压中国的绝集 他今天如果发现手机不行 他就改AI 发现AI不行 他会改变的 他永远有做不完的体材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不可否论美国再次方面的科技 还处于领先的地位 这可能中国才要根本去解决的问题 好 中国大陆要突破 刚刚委员 帮我们讲到这个人才很重要 刚刚说这个一周要工作七天 每天都在工作 然后他现在说挖角从这边 包括应用材料 颗林研发等等 请问老师您认为说 现在在挖角上面 会不会有一些隐忧 毕竟这么工时 长工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有没有一些隐忧 我觉得要去挖角的话 这个东西除了薪水以外 很重要的是一个工作的环境 跟生活的环境 以目前来看的话 坦白讲我想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 这个中国的这些反间谍法 或者是说香港的这个基本法 去影响到这个香港国安的话 其实都影响到 就是全球非常关注 我想有很多的人到 我如果今天到中国去生产 我可以领到的薪水 难道我在日本或我在美国 或在其他地方就会领不到吗 那台湾在过去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工程师被挖角 但目前这几年看起来 已经有比较少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如果光只有台湾的厂商 如果以台湾为例的话 只有台湾的厂商在自己的国家生产 薪水当然还是会被压低 可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外国厂商 到我们台湾来设厂 那他薪水就拉高 所以就会使得台湾的 这个科技公司如果也要跟着 这个抢到一样的人才 薪水要跟着提高 我想最明显的就像联发科 过去面对这种高通的竞争 高通到台湾来设厂 其实就让联发科的人才被挖走 所以他也要跟着提高薪水 我想日本接下来也是一样 刚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说他现在也有很多的美国公司 在这一次美日的这个峰会上面 他们也开始承认要到日本去投资 那一样也会带动日本人才的薪水的提高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代替这些工程师 或这些人才回答说 你会不会被中国挖角 但是你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说 你要挖角的成本一定会越来越高 那我想不是只有一个企业要形成 不是只有人才而已 其实过去台湾也有很多 包含台积电里面的一些 比较高阶的主管 也都被韩国被中国挖角过去 但我想台积电发展到今天 我想过去挖角的台湾工程师的 或台湾的这些 这个晶片公司的这些主管的 不管是中国公司也好 或韩国的神送也好 其实他们到目前都还没有办法 去超越这个台积电 那以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刚刚施敏提到 就是说华为他投资了将近16亿美元 要去设这个研发中心 台积电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坚持每年的营收 要8个%要投入在研发 所以他光比如说最新看到这个研发经费 就55亿美元了 所以你要去看这个 就投资的数字来讲 就研发的投入的这个数字来讲 其实我想这些 每一个国家都已经越来越重视晶片 因为你要往AI的方向走 晶片的重要性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当世界各国都重视的时候 中国在过去在大家没有那么重视的时候 你都很难超车 你在现在大家都重视 你如果真的想要超车 你要花的成本一定要多得非常非常高 是 好各国都在投入更多的资金 投资在这个晶片半导体领域 我们来看到这个华为 它是一边自研晶片 刚刚我们讲了很多 不管在人才上面下手 还有资金投入 一边它持续的使用的是美国的晶片 华为在4月11号这一天发表了首款 搭载AI技术的这台画面上笔记型的电脑 是MacBook X Pro 2024 搭载的包括了我们看到画面上 英特尔的Core Ultra 9的处理器 那其实这一款也是英特尔首款 使用最新型的极紫外光围影技术 制造的晶片组 我们看到是来自于这个路透社的报导说 英特尔在3月份获得了美国政府批准 就可以向华为继续出售这一款 价值数亿美元的电脑晶片组 另外当然它的这个竞争对手就很吃醋 超微他批评说 为什么他们可以向华为出售 类似的晶片 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 委员怎么看华为现在使用的是 英特尔的晶片来做AI笔电 为什么美国就没有封锁这一组晶片 我们先说一些公开上的理由 就是美国当然不认为 目前它卖给华为的这一批的晶片 或者这些的处理器 其实是多么先进的东西 因为这不过是电脑层次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高阶的技术的话 美国仍然保有封锁的这个领域 所以认为这些是比较成熟的制程 相对来说没那么严谨 能卖就卖了 第二个当然是大陆的庞大市场 所以英特尔它必须要能够生活 然后美国这个经济 当然能卖的越多是越好 所以根据统计 英特尔它搭载在华为上面的处理器 以从2023年卖出去的比例 是5成到了最新是到了9成 也就是说每卖出100台的华为笔电 就有90%都是有Intel的 那这是公开理由 但实际上就是因为 这从2019年川普卸任之前 就开了这许可门给Intel 那么超为就频频抗议 2021年的时候超为也申请要卖给华为 但是美国不准 2023年Intel又再度获得了核可 所以超为一直很不爽 这获得的这个差距差不多就是超为损失了 5亿美元 那到底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其实美国本来就是双重标准 比如说高通就可以赚 但是台湾连发科就不行 现在如果不用荷兰的这个新紫外光 级紫外光曝光机的话 它会有这个新开来一起来生产这个5奈米 那预计呢 如果这个5奈米真的能够成功 最可能用在即将上市的新一代旗舰机P70上面 请教郑总编 接下来有什么一些观察的亮点指标 P70它证实的规格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从过去的发展 它可能还是和MAT60有一些传承的关系 包括它所谓的这个709系列的这个5G平台 还有它这个华为自己开发的盘古大模型 所谓盘古大模型 就是像AI人工智慧的这个相关的模型 它可以用于很多领域的预测 比如说天气 还有这个一些旅游等等 那随着它内容越来越丰富 它这AI智慧其实会不断不断的发展 那另外它按照目前的市场说法 这个P70在这个镜头这个功能这个方面 也有不少的强化 特别它有那种这个超长的前望这种镜片 还有相关的软硬件的这个技术 让它整个拍摄功能来讲 会比之前的MAT60好一些 但是这个很多人预测 它会不会用这个5奈米这个晶片 但是市场有一个反应 就是原来声称会用的这个麒麟 这个9010这个晶片 这个5奈米 好像是因为良率的关系 可能会限制它整个产量 因此目前市场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它可能会沿用MAT60的这种麒麟 这个9000S 让它未来这个出货能够相对稳定 产量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 但我认为它本身应该是继MAT60以后 一个新改良的一个产品 那由于它部分的功能 获得了一个强化 再加上它在市场上 它在这个定价方面 可能会比MAT60来得略低一点 来争取后续的市场 我想MAT60对于华为 它重新进入这个高端手机市场 可以说站稳一个脚步 尤其之前雷蒙多 最佳的MAT60代言人 发挥的灵异禁止 造成华为手机去年 这个手机在销售量来讲 非常的丰硕 因此其实我觉得可以 这个承接之前的热潮 在手机这个整个销售来讲 持续稳定发展 那总体来讲 华为手机我认为它重返荣耀 应该是一个很难逆转的一个发展趋势 特别是2023年它整个营收来讲 可以说打破过去一个 这个记录非常的辉煌 因此这个手机持续更新 迭代更新 那未来这个迈向5奈米 甚至说5奈米更小 更微型化的这个手机 那绝对是它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好 华为手机重返荣耀 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晶片的部分 现在在技术上有一个全新的突破 要来带大家知道的是 这个技术叫做指纹的解锁的一个心路 那过去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 数码博主这个叫定交数码 它赛出了一项是来自于 华为自行研制的 超音波指纹辨识专利的截图 那他就说这个技术 渴望被用在Mate 80上 被视为是重要突破 但是大家知道 在这个美方禁令之下 目前中国大陆手机厂商 用的几乎都是当地一间叫做 惠鼎科技的超音波指纹辨识 那惠鼎最近呢 又因为近期遭到这个 美国的这些制裁 他使用的高通的专利 也会受到限制 如何看 接下来华为真的能走出自己的路 使用这个指纹的解锁心路 能够成功吗 我给你怎么看 这个 超音波的指纹测试 是一个既存在的技术跟专利 但是每一个人的做法不同 不是说我是超音波的指纹测试 就是专利就是我的 别人就做不出来 它是某一种管道上被批准专利而已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超音波的指纹的这种测试呢 因为以前都是用光学的 光学最麻烦的 手刺啊 汗啊 或者有很多 弄个老半天啊 就不准 特别是 特别手机现在像银行一样 他不认识你 你的钱汇不出去 汇不进来 你气就气死了 所以需要超音波 就是可以提升它 这种所谓的指纹测试 等等的一个水平 这种阿车上的理论上当然很容易 那可是现在就是说 就华为讲另辟蹊径 你用A方法达到超音波指纹测试 我用B方法 A方法有一个A方法的专利 高通的 那B方法我就自己来申请专利 那现在申请专利也过了 过了就表示我们没有专利的冲突 那你说这家公司也帮高通做 这家公司 大陆很多公司是 你给我钱我就帮你研发 你给我钱我就帮你研发 是这种研发这种公司很多 那因为这种公司都是属于中型企业 那他就单项专注在一些什么项目的 比如说大陆很多车子都会 汽车公司你没看那么大 他那个保险感是找一种 专门在做保险感的公司 几乎每一家 那是一个台商 连宾士比亚迪的保险感都找到设计 分公分很细 对 他比的不会 就是保险感做的比较好 台湾在这种汽车周边的领域 不是那个parts 不是不是 是这种外面挡风板什么的 是全世界第一 而且他主动的 帮这些大榜牌说 我设计了这个新型的这种保险感 你要不要下一次 下一代车子你给试用看看 他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 那很多这种大街都会想 我自己设计保险感 人员也没有你人多 也没有你人型 好好好 就刚才采购你的 所以你有这种公司 专门在帮美国高通 弄这个东西 没有错啦 原始构想一定是高通的 说我用这种方式来做 可能会很好 你去帮我想办法不断地测试 不让人研究 他研究会回馈 怎么改怎么改怎么改 可是他收人的钱 你不能拿专利 专利是委托你 你才有专利权 那现在 一样啊 华为委托这一家 那你说你有专利 你就打官司嘛 这个没有什么专利不专利 既然能够拿到国际专利的话 就是让你打官司嘛 看哪边侵权嘛 我觉得这个官司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 可是华为能够这样的快速的突破 是有他的道理 而且华为是走在前沿 他不是走那种消费者喜欢的 比如说谁想得到手机需要卫星通信 对不对 卫星通信 就接起来 天东一号就接起来 所以这种竞争是会越来越多 可是很明显的 苹果你输啦 为什么 现在我问每一个 你用苹果15跟苹果14有什么不同 差不多啊 他说苹果15有边缘的钛合金的框 你在讲什么话嘛 现在大部分人都外面装个套子 你在管你什么钛合金不钛合金 对啊 所以边缘已经不重要了 连后面背景设计什么也不重要了 反正那个机壳 大家愿意花很多钱去买 去买外面包装跟壳啊 所以他搞错消费者的想法 然后你只要告诉买消费者 你说你买我华为 当你在山上危险的时候 你更有卫星通信 那谁会整天去山上危险 可是消费者会想到说 对我终有一天说不定我用得到啊 那我就买华为 我干嘛买你苹果 苹果就被打趴在地上 大陆上根本没有销路 还要降价 苹果要降价卖是多丢脸一件事情 比如说你们女性同胞很清楚 想那有什么时候降国家 我一直在品牌价格 我一定降就是什么价格 你二手市场一定打折不多 对不对 苹果以前也是二手市场打折不多 结果它一级市场都开始打折 你说二手市场会不会惨 所以苹果这个战争 到目前i15就输掉了 是好 我们看完华为的这个新技术 我们再来看它又跨到新领域 是这个电动车的部分 跟奇瑞合作这一台叫做智介S7的中大型豪华轿车 使用的就是华为的黑科技 那特别关注到它有这个趴车代驾功能 我们请严老师来快速帮我们讲一下 你如何认为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可以成功吗 严老师我们一分钟就好 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的供应链非常完整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简单 你的经济规模让你能够做很多东西都非常顺手容易 那这个就是现在大陆的优势在这里 那别的国家可能就没有这种优势 譬如我们台湾 我们过去做很多东西很顺手 可是我们国内市场不大 所以是一个大问题 那现在大陆有它自己的市场 虽然说不见得有美国市场这种消费力 虽然人口是它的好几倍 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消费力 可是光是这个市场就已经很够 我们很多人会搞错 以前对日本也是有个误解 日本大家都觉得日本出口到美国 那时候造成美国受不了 可是日本其实真正它的出口 只占在它整体的GDP10%而已 不像我们台湾或新加坡 这种完全靠出口的国家 所以像大陆今天也是一样 当你的国内市场 当你国内的消费能力够的时候 又有一个完整的整个的供应链 那你要做什么东西 只要扎钱进去 大陆人才又多 他们的人 我觉得还是要讲一句 美国人太多人去读MBA 对不起 太委员 太多人去读law school 你不要说我们MBA的坏话 没有 但大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读 这个基础科学跟工程 那美国一流人才都不再读工程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是 好 这种被我们言之一分钟 我觉得小米和华为 它走的路子不一样 特别是介入汽车 我必须说小米真的冒蛮大的风险 因为汽车业它本身其实 虽然是一个传统产业 但它本身其实资金大 而且它的市场挑战的事情太多 倒是华为 我认为它和奇瑞合作 等于说互相把擅长的部分 拿来分享 共同打造一个 电动车的一个新蓝海 因此我认为华为 就我自己来看 我认为它成功的几率 至少它冒的风险 远远低于小米 这个部分 我比较看好华为 未来在这个市场的相关的发展 好 这一集我们来看到 华为发展的进度 为了限制中国大陆 AI领域的发展 我们来看到美国政府 在2022年10月 还有去年10月 是分别公布了 晶片出口法规 还有修订版本 禁止这些先进晶片 还有生产设备出口 到中国大陆 但是随后传出 中国大陆的业者 仍然是透过一些管道 取得了 回答等等 AI晶片大厂的产品 一边它是在强化进口 另外一边我们可以看到 大陆持续的加大 晶片国产自主化 来看到的是不死鸟 华为这一次早上 是大陆的晶片设备的 开发商 新凯来 力拼5奈米先进 制成晶片 美国眼看 华为持续壮大 现在也感到威胁了 决定再加大制裁力道 最新我们要来看到了 拜登政府 在3月29日 再次的修订了 晶片出口法规 并且修订的版本 这一次洋洋洒洒 一共是列出了 总共达到166页 将制裁扩大到了装载 高阶晶片的笔电项目去 预计这项建立在4月4号 就会正式的生效 要将大陆的AI发展 堵得滴水不漏 真的有效吗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媒体都形容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遏制政策 往往是可以反助攻 陆气迅速发展 包括了华为 已经真实上演了绝境反弹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华为在上周五 它公布它的2023年业绩 全年营收的部分 现在是正式的来到 人民币7042亿元 换算新台币达到了3兆元 年增幅的部分 更是高达9.6% 其中来看到净利的部分 达到人民币870亿 新台币换算是3800多亿元 年增幅更是暴增了144% 竟然回到被美国晶片制裁前的水准 也难怪美国这么紧张了 我们要特别来关心 为何现在美国强力的制裁之下 华为的净利部分 我们刚刚看到 还是持续的翻倍 手机业务现在强势回归 包括MAT60系列手机搭载的 就是华为自主研发的 麒麟9000S晶片 是关键的驱动力吗 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花招多以十指 太难了 因为时机也过了 美国要打压 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半导体的机组 技术已经建立起来了 这是最重要 不管是设计 制造 封装 测试 你说要全面性封杀 太难了 那你说拜登 他们美国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什么奇怪法 他以前打日本的半导体 那什么东京 电子还是什么东 还是东支电器 我忘了他的名字 那个东支头了 一打就倒 打那个法国的 哪里讲很有名的化工厂 阿子 一打就倒 结果全世界被美国打的公司 只有一家还没倒 就是华为 所以他们不死心 一定要加吧 他怎么不去打小米呢 他怎么不去打那个 那其他什么荣耀呢 他觉得 我会把你打华不可 因为只有你会威胁到苹果的地位 你说那个小米能威胁到苹果地位 那科技水準差很远了嘛 真的 不是我说小米不好 而是它消费者导向 不是科技导向 所以这有差距 美国会打OPPO吗 会打VILA吗 会打那什么 那什么船 船音吗 不会嘛 因为美国就是 我没有打倒你 我会把你打倒不可 偏偏 华为是一个不死鸟 能够从火 这个什么 火凤凰 稍晚点再起来 所以华为的战斗 代表了一个 中国人的一个坚韧的精神 所以捕获大陆的民众的高度的支持 我们也给他高度的掌声 你说 他打那些什么 晶片设计 他海湿设计越设计越厉害 那本来设计要靠一个设计软体 就他自己写设计软体 好 那就卡到你制造了 我不给你这个日本 美国 以及荷兰的机器 你做得出来吗 那日本的机器 美国机器平常讲层次比较低 大陆上copy copy就做出来了 荷兰的光刻机 是集所有专利于一身的才做出来了 结果呢 那好没关系 去年那个日本 荷兰首相 那个Mark Lut 批准了让中国大陆买了所有的DUV EUV不卖 那都买DUV买了一大堆 那华为买这么多要干什么 华为自己不是晶片制造厂 但是他把自己的精英配置 要找放在中心 放在其他的很多的 晶片制造厂里面去 然后再来想办法 说我可不可以从DUV去做出 照到DUV整个做15奈米 或10奈米以上的 那到7奈米到5奈米 甚至到3奈米 那这个理论上可以 可是良率太低 没有经济 因为等于你要曝光多好几次 那曝光你每一次都要对得很准 困难度非常高 是 那就怎么办呢 他是找什么新开来 这些原来是做那种零配件 新开来做什么东西 最早期是做电视机的影像控制设备 那这个技术就是要把 不同的影像把它对得很准 他利用这样的一个基础知识跟专利 就开发出一个说 我用DUV 然后我多照几次 结果我用其他的对准设备 能够让他精确度高 精确度高有什么好处 我的良率就提高 良率提高 我就有经济生产的价值 他走这种弯道超车的技术 听说新开来不负众望 拿了华尔一笔钱终于弄出来了 其实他也不只是找新开来 找了很多家 这种东西就这样了 你找了五家有一家帮你做出来 你就赢了嘛 所以这里面我以前也讲过 以前大陆上的半导体设备的制造基金 或我自己的什么政府官联搞了什么工讯部搞了一批 然后把钱交给什么清华紫光集团 胡搞瞎搞 我已经很久都批评他们的胡搞瞎搞 根本不是正规在处理这个事情 我一看就把钱给华尔去弄 就你看华尔就跨足到晶片制造设备 晶片设计 然后他也找了几家在做晶片的测试 意思是说 美国人你说我不行我就做给你看 那如果这个东西走得顺的话 未来三五年的话 中国大陆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晶片制造国 三五年最大的晶片制造国 你不要我们台积电很红 不是我在唱衰台积电 唱褲国神山 我以前干过这个半导体材料公司的总经理 我很了解这个东西 一突破 就是江湖一点绝 这个师傅收破就不值钱 他就是这个东西 那你知道三星也会做三奈米的 然后也会做 英特尔也会做 他为什么做不出来 理论都一样为什么做不出来 就像说今天 这个 郑总辈教我做一碗牛肉面 我怎么做都做不出那个味道来 就没办法 我店开来旁边一定输的 没有关系 我在家里面 练一百碗不行 我练一千碗 练一千碗 亲朋好找来 再想改变配方 我就练一万碗 最后只要有一个人做出来 我就跑到你对面开店 就这个道理 现在在中低端 大概就是在15奈米上的产品 中国大陆的产量已经独霸天下了 这个你不用怀疑 因为里面有韩国厂 有台湾厂 然后有大陆自己的厂 所以大陆的整个大陆生产基地 不一定完全是路商 它占了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生产量 现在往高端走 现在高端的所谓的10奈米以下 最强是台积电 连三星也做不好 英特尔也做不好 那这一读就这样 那你以后觉得说 中国大陆的中心拼不过吗 那个梁梦松就是发誓 一定要什么 他是台积电出来 他跟台积电竞争 以前梁梦松还没去的时候 中心顶多做个128奈米 就是被开门 就是被脱笑了 那梁梦松去的时候 很有意志力 我看他身上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他老婆是韩国人 所以他跑去三星的时候 三星一年给他500万美金 年薪500万美金 然后他做了几年 三星起来了 他结果中国大陆给他20万美金 你要不要来 我给你股票 做成了才股票的价值 做不成股票的价值 他就去了 七弄八弄 他把那个什么 中芯国际从120纳麦 爬到什么90几奈米 50几奈米 可以说全世界速度最快 台积电当年跨越速度 也没那么快 你不要给台积电升下来 就会做3奈米 台积电早前赚钱的是128奈米 现在还有128奈米的厂还在 所以你知道这个跨越速度 台积电是花了将近快15年 再跨到高端 他现在花几年 没几年就已经跨到高端 高端自省的边缘了 所以如果说 新凯来这一套证明有用的话 那对不起了 全世界的霸主是谁就很清楚了 是 好 新凯来这个如果有效的话 再来就是拼5奈米了 那接下来是说会用在新一代旗舰机 P70上面 等一下我们会请郑总编来 继续帮我们看 好 先来请教 严老师 你怎么认为美国的围堵政策是失效吗 您如何看 我们讲的围堵政策 一看头是拿就是军事围堵或者什么 并没有特意用经济做 当然有一些制裁 但你制裁的对象都说老实话 根本就完全没有回首的能力 包括过去我们冷战今天 他也对俄罗斯做过制裁 然后包括你说对北韩制裁 这种经济的封锁大概没什么用 比较有用 但是现在对着碰到中国大陆 碰到华为就很难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委员也提到 你这些速度会越来越加快大陆的技术 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会有学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包括你看罗马帝国 可能要花三四百年才能建立成一个帝国 到了大英帝国一两百年就可以了 到了美国五十年 大陆结果更短了 就是你那个速度 历史的速度是会加快 因为太多钱人的东西都存在 然后大家我们每次在学历史都会讲说 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刚刚小米就是一个 就是我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我来看一看 那就快很多 所以你今天要针对华为做任何的制裁 我觉得确实不容易 而且当你要准备对一个已经这么强的 那表示你要保护你自己的市场也好 或者说做任何的关税这种保护 就表示你是弱方了 美国已经不是第一了 第一根本不需要保护 第一是我比谁都强 对不对 是我比较差一点我需要保护 结果不是 现在看起来美国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自信心不够也是一个很大原因 那要不然美国就像大陆有这个政府力挺 或者像台湾也是搞一个国家队 美国也搞一个国家队 虽然他们英特尔也算是国家队 但是他们这个经验不足 搞国家队的经验不足 所以看起来是真的是很难来阻止 这样的一个华为 这个你要封锁它 你要制裁它 大概都越来越难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